全民制作人 大家好 我是小黄人 黄欣纯 大家通过泡泡社区给我写的信 我已经收到了 现在先选取一些给大家读一下 首先先拆开这个吧 有颜色的 黄欣纯和月华弟弟们 我帅气可爱的弟弟们 弟弟们加油 疯狂给你们打call 遇到挫折时不要灰心 打起精神 表现好的时候不要骄傲 要稳保持谦虚 谢谢 谢谢 一定会的 希望你们能交到朋友 期待你们的进步 黄欣纯要加油 这是写的 哇 好长 好开心 黄欣纯 从快难开始 就对你这个小黄人充满了喜爱 谢谢 自从曝光了偶像练习生 由你参与以来 我一直在关注你的每一条视频 谢谢 谢谢 特别特别希望我的信能被读到 嗯 被读到了 让你知道我和我身边的人都非常支持你 谢谢 谢谢 真的非常感谢 你在节目里的课程还顺利吗 还顺利 还很顺利 歌舞的练习都难不难 嗯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还挺难的 但是我觉得每天过得很充实 而且就是练习之后可以一点一点看到自己的进步 所以我还挺开心的 就是一点一点克服吗 相信你一点一点的努力一定会被看到 那就最好不过了 你在节目里与哥哥弟弟们相处的还好吗 我觉得特别好啊 就是认识了很多特别好的哥哥啊 还有弟弟 然后 在就是练习的时候 我 舞蹈的有些地方不太熟悉的时候 就是 星星时的哥哥啊 包括郑婷啊 他们都会来教我 然后 有的时候我自己练习的很晚 然后有的哥哥也陪我一起练习 我觉得很棒 特别暖 吃的东西习惯吗 这吃的东西我 就是自己备了好多那种 嗯 小零食啥的 然后 就是嘴应该一直没有停 下来过 这个我还吃的还挺习惯的 有什么需要 希望能通过视频 告诉我们这些在屏幕前默默等待的人 我有一个很需要的东西 就是 我很需要你们 因为就是 第一次 就是公开演出 然后有粉丝 就是在现场录制的时候 彩排的时候 就一直很紧张 然后没什么自信 就一直会出现 有点错误啊 比如说一个动作做错了 或者就是 眼神就是 一直在飘 然后真的到演出那天 就是下面一直有人喊我名字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一刻就是 就是安心了 然后 特别自信 然后感觉有你们特别好 对就是这样 下面 你一定要加油冬天干燥 要多喝水 要多吃水果 我一定会多吃的 健健康康的 期待一个自信想要的你 Fighting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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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想对你们说的话就是 希望我的小朋友们都 健健康康点 然后可以在新的一年里 会在坚持做完事情 做成一期的事情 然后 就是 嗯 一直都是你们 对我默默的在后面 支持着我 然后 我真的也很希望 只要有时间就可以 跟你们接这个事情 所以 有什么事情 可以在心里写着我 如果我会做到的话 嗯 一定会帮你去做的 做的声音 嗯 嗯